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哪方面的经文 哪一种经文 解节奏啊 看你的这个命 整个的命 一会上一会下 一会波涛汹涌 好像要想平静 但是平静不下来的 听不懂啊 知道了 师父 那个小房叫多少张 师父 五十六 慢慢念 每一天要清洗自己的脑子 要每一天要把自己身上的那些不好的残念要去掉 要趋于平静 要放下很多 什么都放不下 过去的事情都放不下 你有很多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为什么还放不下 知道了 师父 谢谢师父 师父 姐姐咒要至少要许愿多少遍呢 姐姐咒要一直念呢 每天至少要念五十二遍 好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师父看一下那个家里的佛台怎么样 家里有没有灵性 属什么呢 七七年属龙 佛台有菩萨来过 霍尔城来过 这是早上 晚上和下午都不来 睡衣 如果晚上有时候在家里会觉得比较冷清的 心情会不是太好 晚上家里有灵性 这个要多少张小房子 家里最灵性 二十七张 好 没有问题了 谢谢师父 感谢师父 自己也让自己承担 感谢师父 谢谢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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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六三年的兔子 六三年的兔子 有啊 有啊 这个兔子我告诉你啊 他的脊柱有问题啊 腰椎啊 腰椎肩盘有点突出啊 嗯 他自己坐车也帮到 不舒服啊 你自己摸一下都摸得出来的 骨头有点突出来的 嗯 但是有灵性吗 灵性也有 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 嗯 全素几年了 15年了 嗯 啊 家里有没有一个过去年轻兄弟过世啊 嗯 家里过去有没有个年轻兄弟过世啊 兄弟姐妹 兄弟 是 男的啊 对 有啊 有啊 在你身上啊 嗯 家里过去年轻兄弟过世啊 嗯 三十二 三十二啊 嗯 到底是在呢 不重 什么 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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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地方通啊 啊 不重 啊 膝盖 看一下 啊 鱼啊 鱼啊 鱼 鱼听得懂吗 蛤 有鱼啊 鱼的灵性啊 散灵啊 哦 鱼哦 在两分钟 就要念两分钟吗 每天要念的 要念三十二遍 有那四十九啊 四十九最好 嗯 好吧 那还有其他地方吗 你已经够多了 你还要其他地方啊 你脑子脑子搞不清楚 人们人们整天浑浑叨叨 浑身浑身们无力 还要什么地方啊 讲给我听啊 嗯 好了 好好修心了 嗯 嗯 我刚刚刚刚看见下面我们东方电台 跑着来跑着来干嘛 不好好念经跑到师父身边来 整天打电话在外面 念经不念不出 都跑到这里来吃饭的 嗯 好几次看见他了 今天被我又看见了 嗯 我刚刚讲了他 这种人属于东方电台不欢迎的 以后不欢迎他来 我们这里不是私人场所的 嗯 所以不好好修的孩子不要来了 听不懂啊 嗯 好了 8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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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还在还在 嗯 嗯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嗯 不是太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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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屠纯在哪里 这一方面的屠纯 在哪里面在家里啊 在家里 我都跑不动的 太胖了 懒呢 嗯 太胖了这个兔子啊 自己知道吗 自己知道吗就好了 好了好了 再见了 嗯 好了好了好了 不看了 再见了 嗯 气场很不好 这每个人修的 不是整天靠看的 要修的 喂 喂 赶快讲话呀 啊 你好师父 嗯 赶快讲话 师父吗 是 嗯 啊 师父你好 记得给师父钱了 谢谢 啊 师父 给我看一个1966年的麻 师父 我在看啊 机器啊 啊 给我看看我的身体 我的身照 师父是机器啊 你要给我时间看的啊 啊 好的对不起师父 66年的麻 啊 1966年的麻 心脏不好 腰不好 啊 关节不好 啊 啊 睡眠不好 是啊 有多少张小房子 师父啊 看一下啊 69张 好的 我我喜悦啊 给我的腰经子 你也送了600张 包在里边吗 是的 好的好的 师父 我看一看 看一个 我的业照有多少 你的业照有28 啊 好的师父 谢谢你 嗯 师父给我看看我家的佛台 还可以啊 菩萨来过的 嗯 好的师父 师父给我看一个莲花 2190 嗯 蛮好 你这个人善良的蛮善良的 嗯 我的莲花有吗师父 有啊 很善良啊 什么颜色的 粉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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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小的还可以啊 还可以 就你修到这个样子吗 粉红色已经挺好了 你这个人脑子不开悟 你不知道的 好的师父 谢谢你 脑子不开悟 你不知道的 我知道师父 我修的不好师父 是师父原料 师父你给我看一个我儿子吗 给我看看我的父亲 鱼是用 鱼什么 鱼是用 那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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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用 是永远的用 是是什么是啊 再是个是 世界的是是吧 世界 呃 呃 不是 就是那个 是边个是 啊是 鱼 姓鱼的是干钩鱼啊 啊 对啊 鱼是用 永远的用 鱼是用 不叫用 永 嗯对啊 不好啊 那现在在哪里啊 在中英生呢 还没投胎呢 呃 需要给他多少招选房子 吃苦呢 在下面吃苦呢 呃 鬼啊 在下面 他要给他念多少招选房子 在地狱里吃苦呢 我不知道他犯什么罪啊 他活着的时候有没有杀业啊 呃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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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玩 杀个鸡了 杀个鸭了什么的 有时候 不停的杀的 杀鱼 没有那个 杀鱼 嗯 对有杀鱼的 哎 好嘞 告诉你 到小房子要多少啊 蛮难的 八十九章 啊好的师父 好的师父 谢谢你我自己的业照自己背 不要师父背 好了好了 再见 感恩你师父 嗯 再见 好的师父再见 谢谢 喂你好 喂 师父好 你好 呃 请师父慢慢看一下 呃 1986年属虎的女的 看一下身体心脏部分 啊 心脏挑的很快啊 嗯 就最近最近身体不太好 啊 挑的很快啊 心吗 虚的不得了 吃吗 吃的不好 不稳定 情绪也不稳定 听不懂啊 嗯 肠胃也不好 不知道啊 对肠胃也不好 颈椎 颈椎也不好 眼睛吗 眼睛干的不得了 对 嗯 麻烦 嗯 对因为明年是三六九 然后呃 最近身体不太好 师父帮我看一下 大家需要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不要太爱虚荣 听得懂吗 嗯 不要面子 听得懂吗 要什么面子啊 嗯 要放得下 喂 嗯 我跟你讲话你听不见啊 嗯 弟子听到了 对不起师父 你身体整个状况都在下滑 很不好的 对 我看你的整个的内分泌失调啊 嗯 嗯 情绪波动很大 你知道你复刻也不好 你知道吗 嗯 憋得有什么用啊 我跟你讲 要么腰也不好 你现在要赶快想通了 嗯 每一天必须活在阳光当中 嗯 我讲话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要活在阳光当中 就是把人家往好的地方想 嗯 过去 就算上当受骗 或者那些事情 不要老在脑子里记忆起来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过去就过去了 有什么办法了 嗯 嗯 再请师傅看一下 看一下我现在 还需要再选一下专业的问题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是教育的方向 然后还有一个是 嗯 建筑的方向 然后还有一个是会计 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1986年数虎的 第一个是教育啊 嗯 教育 第二个呢 建筑 然后第三个是会计 你如果以后做做建筑的话 你会发疯的 你如果做会计的话 你会忧郁的 嗯 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教育 教育啊 教育的话 那现在是有一个是 呃远一点的大学 在西西尼那边 还有的是在City这边的一个大学 你这个嘛 你自己选怎么好了 你当然选择City近一点的 嗯 因为那个年纪 就时间可能要久一点 差多少了 嗯 一个是四年 一个是两年 那就咬咬牙两年多么好了 嗯 就到西西尼么好了 西西尼也不远的 坐好车过来半小时吧 大概 嗯 嗯 最后麻烦请师傅看一下 呃连话 是澳洲的是三五六 不是太好 嗯 当中有懈怠 不好好念经 嗯 忧愁感太重 忧愁感 就是整天不开心啊 嗯 想这个想那个放不下呀 精神有忧郁啊 听不懂啊 嗯 一定要放下 放不下也得放 在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 没有谁能控制谁的 明白了吗 嗯 只有靠你自己控制自己 感情啊 钱财啊 全部靠自己控制自己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嗯 嗯 那个师傅对不起 看 再麻烦看一下呃 1986年疏忽就是腿部 哦 有很多黑气啊 对 以前腿部的血液好像不太好 不好 现在还是不好 嗯 血凝度很高 嗯 对 就会有手发麻的 对啊 就是发麻啊 你现在血上不去啊 对 下游下不来 上游上不去 你心脏影响着你的血液循环 听得懂吗 嗯 你的主肌不好啊 小丫头 主肌 就是你的心脏 就是你的主肌 听得懂吗 嗯 哦哦哦 对心脏就从下不太好 对啊 现在明白了吗 嗯 啊 嗯 自己好好的 好好的修了 做人 薛波都要 都要纯洁 都要干净 嗯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好 行 谢谢师傅 乖一点的啊 好好修的 人要有恒心的 没有恒心 什么都做不成的 嗯 嗯 好了 知道 嗯好 谢谢师傅 喂你好 喂 哎 师傅 听不大清楚 断断续续的 啊 啊 师傅说 网络 呃 师傅先 干嘛 断断续续 讲吧 啊 师傅那 那我就说慢一点 好吗 现在可以了讲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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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修的业障自己的业自己被帮同修问一下就是他们的两个都是修心灵法门的男的是1962年啊属虎的女的是1970年属狗的现在就是他们之间感情产生了问题然后男方呃一定要跟女方离婚没有任何理由然后女方呃现在非常痛苦想问一下师傅是什么原因怎么回事 几几年属什么的男的是啊 男的是1962年属虎女的呢1970年属狗啊是那个女的女的有做了些事情惹怒她了嗯 嗯 呃具体是什么事情呢因为她现在很郁闷也不知道哪里做都做错了 她发誓清修了吧 呃不清楚 不清楚不清楚你问我干嘛 她只要这个女的发誓清修了这个男的就不行了 哦 哦 现在看那个男的还是蛮阳光的不应该外面有女人的是那个女的可能做了些事情太过分了吧嗯 嗯 对就是那个男的呃有点责怪她就是好像修行上面她自己也觉得自己修行上面有些执着看了吧 然后跟你说这走偏的呀就叫走偏了 呃那师傅他呃现在这位女同修他怎么样去化解呢因为男方执意要跟他离婚但是他很想挽留这张婚姻 执意要离婚的话如果外面没有女人的话不会执意的叫他去跟他对不起道歉天天跟他讲 嗯 应该是没问题的听得懂吗 哦好的 如果到还执意的话你就叫他去了解了解他几个朋友马上就知道他有没有外面有没有女人了 啊就现在来看还是没有的 现在我看他图的那个男的还是比较阳光 倒是个女的这里有点气场比较暗 对他现在已经感觉有严重的忧郁症了整天以内十年 很简单了就很简单了自己跟老公的时候不争稀啊 谁受得了对他皮的癖 整天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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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punto 他自己脾气不好对便 脾气不好对脾气不好的话人家男人总有一个限度的吧 嗯 对不对啊 对 对对 人家不要了可以不要了我可以无所谓了 人家不要烦了 有什么好烦呢 对 那么女人整天在变得给你烦烦烦 烦到后来你说什么结果了 是的 那师父他现在要念礼佛嘛 就是跟观星扶沙忏悔 会对这件事情有帮助吗 要念的好好念吧 看看看如果这个男人 如果外面还没女人的话 纯粹是感情波折的话 那还有救 否则的话就没救了 好的 那师父他就是化解冤结的小房子需要念吗 念多少 化解冤结 嗯 就是跟南方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念念80张 好的 就是针对这件事情放声要放多少呢 1300条 好的 只能试试看 听得懂吗 好的 尽力去做 执着了 这个女的太执着了 听得懂吗 不是完全是红法的事情啊 做人太执着了 听得懂吗 人家男人吃不消的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嗯 师父另外问一下 就是女方现在因为自己小房子念不过来嘛 然后 呃 又问法师结论一些小房子 想问一下这个小房子 千万记住了 不要再讲了 法师跟你们一样记住了 你能念一张 他也是一张 他不可能念出来五十张一百张给你寄过来的 听得懂了吗 哦 你们自己做麻烦 很多人全部都是因为这个事情 找麻烦 师父不得不说了 嗯 那些什么法师啊 对的 整天那么那么的恋财 我就跟你们讲了 你们要稍微要开悟点 没用的小房子 接约来了有什么用啊 你告诉我呀 嗯 骗天骗地骗鬼 反而不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不要再叫师父讲了 我可以告诉你 没什么好的 好的好的 呃 我让这位女同学好好听一下 开始 呃 感恩师父 今天我就问这两个问题 全部要通知他们 全部跟他们讲 不要再去接约了 靠自己念经的 菩萨给我们 给我们这个方便法门 是靠我们自己念的 嗯 而且他还就是给钱 让法师帮他放生 好像这放生当中也太圆了 我感觉 知道了就好了 嗯 他相信别人 别人在骗他 都是他自己的业障 人家怎么背啊 嗯 好了 谢谢你了 好 再见了 好 感恩师父 呃 他们自己的业子里背 不让师父背 呃 师父再见 感恩关系 感恩师父 好 听众妹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妹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